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的国葬27号将会在东京舞蹈馆来举行 日本媒体也透露了这场国葬的相关细节 根据了日本共同社的一个报道 安倍国葬将会参考的是前首相吉田茂 以及公泽洗衣的国葬仪式 而预计呢 这个自卫队将会出动 仗仪队而且还有乐队等等参加葬礼的自卫队人数将会超过千人 搭载安倍骨灰的林车抵达了国葬会场的时候 就会民放19响的礼炮 而首相的岸田文雄已经向防卫大臣来表态了 要求自卫队协助 而防卫省呢 最快这个星期就会获得内阁的同意 展开相关的一个计划 由于不少的国家政要都要出席这场葬礼 所以呢 东京的警示厅也在积极的部署当中 准备采取的是最高规格的一个戒备状态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吗